这个视频是由我、向荣和计划一起做的,是为了帮助那些刚刚投入的大学生活,不知道如何治理的人。 我们会相细的进出留个进去,一个达水生有可能会有到的。 今天好像要迟到。 你也要出道吗? 对啊,我今天也出过头了。 我也一样,我已经出过六节课了。 我也好像也出过六节课了。 如果我们再出过一节课,我们就有可能都不及格了。 那我们就赶快点发出教室。 好,博安,香榮,你怎么又迟到了? 不好意思,老师,今天早上我们有乱七的训练,所以不小心睡过头了。 嗯,好的,但是如果你们再错过一节课,你们就会不及格。 知道了。 知道了,老师,我们不会再知道。 打碎传播第一点,不要逃课,不要知道。 如果你有早上不课,一定要是好冒充。 只算好从宿舍出教需要多数时间,只要再不会知道。 如果你今天一天晚上把衣服整备好,就会节省很多的时间。 再来,你把衣服整备好冒充。 啊,康蓉,怎么了?我是医生。 在我的专业调查来看,这个人因为太胖而死了。 他的身体80%都是脂肪,他也不锻炼。 大学生活第二点,要保持身体健康,不要生病。 大学里的饭,菜,大部分都是油渣的。 所以,要自己带班,也这样可以解身事件和钱。 并且自己做饭,食很有趣的有。 不仅要食的健康,还要多锻炼。 走裸体,不要坐电梯,这样才会身心健康。 哎呀,我今天好像有考试。 哎,不管了。 小年娃,你这么幼不记得。 我应该都复习吧。 大学生活第四点,做正确的决定,不要只顾客外生活,不然你会付出代价的。 每天都要有一个好的时间表,有计划。 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因为到头来,你还是一个大学生,你来大学是会学习的。 妈妈,我好想家啊,我不喜欢大学生活,我要回家。这里每天都有很多人,好烦啊,我要回家。 哎呀,你每天都给我打电话,烦死了,别人的家家是想每天和孩子讲电话,但我是一点都不想听你的声音。 好的吧。 八年话挂了,出去走走,认识新朋友,多做运动,锻炼身体,不要每天都待在宿舍里。 哎呀,今天我好想钱包里的钱不过啊。 嗯,谁让你天天出来吃饭的?我都是和朋友在家里做饭的,偶尔出来吃饭。 嗯,我也想这样,但是我不会做饭。 那你可以上网照如何做饭的视频,像我一样自己学。 好吧,那今天我可不可以向你借一天包我今天的状况服了? 可以,但今天是最后一次了。 谢谢。 大学生活第五点,这一点和上一点很像。 要想学会如何独立生活,就必须知道应该怎么省钱,如何理财。 在现实生活中,不会有人像你父母一样帮助你,来规划你自己的生活。 因此,你要在课余里找一份工作,开始学习,并且积累社会经验。 这样你大学毕业了,就不会什么都不知道。 存钱也是很重要的,不要只学习和文理讲的月光族。 要为自己设下一个规定,每个月花多少,存多少,这样才会成功。 明天的考试应该会很简单,我现在父亲应该来得及。 大学太 lever小绿 Glan 大学一栋包 大学活动 你考得真好,你很棒 你怎麼考得又不及格 我也不知道,我昨天晚上一直都在呼吸 你不能把所有東西都知道考試前以前 我因為知道呼吸的,是今天成就過了 你看看,強榮考得多好 這個考試我複習了一個月,每天晚上沒有複習到沒學的東西 好的老師,我知道了 大學生活第六點,複習考試很重要 但自己的身體也很重要 不要只複習考試,然後前一天晚上不睡覺 這樣反而不會幫助你考得更好 要想取得好的成績,每天晚上複習一點點當天學的東西 激少成多,這樣你才會真正的理解你學到的真實 以上就是我們給大學生的六個提議 如果你要想在大學裡成功,你就應該接受我們的提議 在這裡,我將代表我自己 國安和香港 祝你們大家的大學生活 愉快、順利 謝謝你們觀看 哎呀,今天我好想想到你的錢不夠 誰把你千千出去吃飯的 你小嫂磯 你也小得了,我小得了 你好小嫂磯 小嫂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